辣椒放在火上烤完之后 那种虎皮的味道 那为什么我要把小米的换成必然的呢 所以我就希望买一个毛巾是可以 虽然我惊喜的是它第二天的效果 好 我刚刚确认了一下我身上的皮肤 哈喽大家 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我们的视频要聊的是 我这一个月的爱用品 其实应该算是11月的 但是 对 就是这个月的爱用品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呢 由尸体护肤 厨房用品 护肤品 还有最让我期待的食物 因为我平时看别人做的爱用品的时候 我其实常常都很期待 看到别人发一些吃的 或者是厨房用品 或者是生活类的用品 很有意思 所以今天就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这个月用到的一些很好用的东西 第一样我们就先从护肤开始好了 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巨干 即使是在上海 但是依然很干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除非它下雨 不下雨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很干的 即使我是一个混油皮 然后今天我要推荐的是这个黑糖精面霜 这个牌子是高丝的 高丝本大家应该都知道嘛 就是一个比较平价的日本的品牌 主打的就是补水 感觉像是带磨砂颗粒的那种凝胶的那种感觉 不是很浓稠的那种质地 所以你抹在脸上的话 就是脸上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它很快就会服贴在你的脸上 最让我惊喜的是它第二天的效果 像这样的平价一点的保湿类的面霜的话 有时候你用到第二天的时候 早上起来发现前一天用到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这个的话它就是到第二天的时候 我依然觉得我的脸就是很湿润 真的有得到补水 包括这个八字区啊 或者是两侧脸颊这里 它都给你补到了水 不会觉得干干蹦蹦的那种 真的无可挑剔 第二个我们就来到了身体乳 因为我今年冬天真的是买了好多身体护理的东西 就是身体乳 然后身体油 然后身体磨砂膏 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这一次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凡士林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多大吧 这个是750毫升 然后它是白色的瓶子 白色瓶子的话 它就是给非常干燥的皮肤使用的 前面我也说过 就是上海这边真的实在是太干了 然后它上面写的是 让你五天之内 就是改善你这个非常干的皮肤 好 我刚刚确认了一下 我就是身上的皮肤 我现在其实在会有像之前那样就是会很干 用到三天以上 其实你的皮肤就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它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 它能改善你的就是非常干的皮肤 它挤出来就是这样的 然后涂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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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很快就涂匀了 虽然说它是给那种非常干的皮肤使用的 但是它其实并没有让你觉得就是好油 就是它的流动性很好 但是它滋养性也很好 如果是你的冬天的时候你的皮肤真的很容易干的话 就是一定要试试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我观望了很久 然后一直想买的一个算是神器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吹头发的人 因为我觉得吹头发要吹很长时间 直到有一天我就发现说有一种东西叫干发精 看这个橘色的表 可能大家就知道这也是什么牌子了 这是一个美国的牌子 然后它叫奥克斯 它就是专门做干发的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那一款 很像华肤饼的干发帽 然后那个是超强吸水的版本 但是我买的这个是适合细软头发的 而且我也不是买的干发帽 我看了一些攻略 然后大家说干发帽就用久了之后 帽子很容易会变形 这种长长的干发筋 我觉得它可能寿命会长一点 我洗完头之后我就会用它 先把我头发先擦干 擦干之后就用它把头发包起来 可能就10分钟到15分钟这样 在包的那个期间 头发是不会在滴水下来的 就是它吸水性真的很强 你摘下来之后头发其实摸起来 它还是湿的 它不会变得全干 但是它会大大减少你吹头发的时间 因为我以前如果我只用普通毛巾擦 擦完之后就会立刻吹 十几分钟那种感觉都有 因为我头发就是细软嘛 所以就是你要吹得很深层次 用完这个之后大概吹头发只需要5分钟 真的是差异非常大 而且因为我最近我觉得我的头发 就是有点受损有点严重 所以我就希望我买一个毛巾 是可以不用那么猛烈的搓我的头发 每次我用它我就会这样轻轻的去擦它 不会很用力 对我来说很好的好处就是 除了它的超吸水 减短了我的吹头发的时间以外 它也给了我充分的时间 让我去好好的敷面膜 不用担心我的瘤海 我决定把食物放到最后 所以倒数第二个我要介绍的是 最近家里的新成员 必然德的绿水壶 其实我之前是有绿水壶的 然后那个绿水壶用的是小米的 小米的绿心实在是太难买了 小米的绿壶是在淘宝 他们的那个官方企业店买的 然后我去企业店搜索绿心 然后真的是搜索一个月都买不到 然后它都完全写的是缺货 然后后来我只能去 它那个官方网站上去看 然后上面的确有绿心 但是我觉得那个价格不是很划算 再加上小米的壶的确用了很久了 我想说那就换一个新的好了 然后换新的另外一个契机 就是我看了那个我独自生活 然后里面的刘二仁 他们家的那个绿水壶就是必然德 但是它的是那个就是巨大的一个 我觉得那种有点太大 这个好像还是设计师款 就是它跟普通的必然德还有太一样 普通的必然德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是那种深蓝色的无深 通体都是透明的颜色 然后上面是白色的盖 净水的这个盖呢 是有分蓝色和绿色 但我看实物 就别人发的实物 觉得蓝色可能更好看一点 然后我就买了蓝色 还是这样的 就是你用过才会有比较吗 哇它真的好好用啊 首先第一最明显最明显 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出水的这个量非常的快 非常的大 比就是之前用的那一款要快很多 之前那款就是我 就是一直这样倒倒倒倒倒 我就就是到了天荒地老 它可能才倒完 然后这个话就非常快 待会给大家示范一下好了 然后它也不会到处乱撒 就是超级棒 然后另外一个很好用的点就是 它的这个注水口抓住这里 然后这样一拉 然后这个水就可以直接灌进去 倒的时候它这个盖 因为是从这里打开的 所以它不会掉下去 也不会翻开这样 这里面的滤芯 买的是专家版 专家版的话 可能就是会滤得更干净一点 但是没有完美的水壶 这个水壶又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真的是小小的问题 就是大家一起看 大家看到了吗 这里面 这里面是有水 它还剩了一些水 那个水它没有办法流出去 除非你把滤芯拔出来 然后这个水才会完全渗下去 如果说其实每天都用的话 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每天都会进去新的火水 然后 接着就要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东西了 也是 我最期待的 有人吃过这个吗 这个就是烧焦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重庆吃过那种烧焦面 烧焦面它就是用那个青椒 然后把它放在火上烤了之后 然后把它剁碎 然后里面加辣椒 加菜籽油 但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做那个太麻烦了 然后主要有天我发现了这个 然后我就真的是抱着江心江银的态度试试看 然后发现巨好吃 巨好吃 最常吃的一种方法就是拌面 煮好捞出来之后 然后我会加一大勺 上面我会再撒一点点的酱油 然后一点点的香油 这两个东西一定不能忘 拌匀这种你想觉得说 哎 好好有点挂蛋 然后你还想再加 千万不要再加 因为可能会真的非常的辣 还有一个隐藏版的吃法 就是用它配皮蛋 如果你很喜欢吃皮蛋的话 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辣椒油 超好吃 有一种那种雷胶皮蛋的那种感觉 哇 好香 辣椒放在火上烤完之后 那种虎皮的味道 这是我这个月最爱的之一 就是烧焦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东西没有很多 但是都是我这一个月用下来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然后真的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东西 希望大家能够看的开心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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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